很高興大家在最後一場 我覺得應該大家也蠻累 因為我也蠻想睡覺 然後還願意來這地方聽我的分享 那我主要今天會講 就是在Android上面的一個模組化分享 那特別是如果是一個人的大型的Android App上 然後模組化 我們做模組化會遇到一些什麼問題 那開始之前我想問一下 在座這邊都是Android的工程師嗎 有沒有Backend的 有 有Backend的 好 那今天的分享 Backend的聽了也會懂 所以你不用擔心 那其他的是 那有沒有IOS的 有IOS的 IOS的竟然會來聽 那也蠻不簡單的 那可能 IOS的聽了應該也會學到一些東西 但我不敢保證 對你有沒有用 然後其他的我會當作是Android的工程師 好 OK 好 那我先簡單的自我介紹一下 那我名字我叫Freddy 那我目前住在日本福岡 那我現在是那個Line福岡的Android工程師 然後兼Engineer Manager 然後那我本身很喜歡 喜歡 開發喜歡用Kotlin 然後還有Java 那現在用Kotlin比較多 Java用比較少 那還有喜歡用Python 那最近因為工作的需求呢 我又開始重新學習C++ 然後覺得現在C++其實也還蠻有趣的 自從C++11之後其實也變得蠻多 那如果我覺得對Android的Debail排說的話 我還蠻建議你可以學一下C++ 那因為我們工作的開發的需求 遇到一些Performance的瓶頸 然後我們得改用C++去實作一些功能 然後會發現 哇 用C++比Kotlin 可以快到20倍以上 對啊 那就是還蠻挑戰的啦 就是如果你沒有C++基礎的話 會非常的沮喪這樣子 好 那我今天的agenda呢 主要一開始我會跟大家講一下背景 就是為什麼今天的主題的 就是這個分享的一些背景 然後呢 然後會講一下我們所採用的Solution 那這個Solution我們必須要講說 它並不一定是標準答案 就可能會根據你們自己聽 來去做 可能會做一些更改 就是我們的Solution不見得會適合你 對 那必須 那就說聽完之後不要真的就follow我們的Solution去做 因為我們是因為解決我們的問題所設計的 然後會大概簡單的介紹一下 就是我們的 因為大家應該有學過Design Pattern嘛 那Design Pattern 它的用意是好的 但是遇到模組化的時候 它有些會有一些 對於模組化來說會 相對來說有一些不好的地方 然後會 然後會 就也會提出說一些比較好的一些 Design Pattern或一些設計 然後最後會有Q&A的時間 好 那一開始的話 我先假設大家應該都有一些 對Gradle應該會有一些基本的概念 對啊 有沒有人沒有用過Gradle的 還在用Maven的 所以 OK 所以大家都會用Gradle 所以IOS的Engineer也會用Gradle嗎 所以好 那為了這個IOSEngineer 那我大概講一下 就是因為Gradle它是一個Build Tool 那對於Gradle來說 其實你的Project面可能包含Source Code 還有就是你這個模組可能是 對於Java或這邊來說可能是Java 或Android的話可能是AAR Library或是Application 那你的這個模組裡面 可能會包含Source Code 然後跟一些Resource File 然後跟你的那個Gradle的Build Script 那這個我們統稱一個叫模組 那模組化的話就是 就像說我們把各個功能 這樣拆成一個一個的模組 然後把它多起來成一個Application 好 那我今天要講的這個App呢 我今天就不提它的名字啦 就不好意思提它的名字 但是這個App它主要的顏色是綠色的 然後是一個通訊軟體 然後在台灣應該大家都有在用 對 我講到現在 應該大家都知道我在講什麼App 對 好 那我們這個App的開發呢 目前就是它整個Source Code的代碼 基本上超過200萬行 對啊 在座有沒有人的project 是超過10萬行的 每個都沒有 10萬行沒有 對 那我們這個project基本上是200萬行 就是 而且是Coding的部分 還沒有算Java的部分 就光Coding已經超過200萬行 然後呢 大概有超過100個工程師 同時開發這個project 所以就是以Android App來說的話 是一個非常龐大的一個Application 那 當初我們遇到的問題就是 我們在開發的時候 我們的Clean Build 至少要花一個小時 就是你在Build你的App的時候 你第一次Build的時候 至少要花一個小時 然後呢 每次修改的時候 你可能 就是等那個Incremium Build的時候 大概要花30分鐘左右 對啊 那你就想說 如果100個人 他的開發效率是這樣子的話 就相對來說 那個 整個開發的experience會相當的差 對啊 然後對工程師來說的話 就是每次開發 如果他要BuildCode的時候 你就可能要去喝個咖啡 就喝個飲料 然後喝了飲料 你就想要上廁所 然後就會想上廁所 然後上完廁所回來 然後你的那個Build結果還沒出來 對啊 那 這個問題 對Engineer來說可能很爽 就是說啊 我每天就改一改 然後就要等很久 然後可以去做些其他事 可能讀讀書啊 謝謝功課這樣子 當然對 公司來說 對Tim或對公司來說 其實是 他的對他來說成本是 對成本是有害的 因為大家的 就是以Engineer來說 大家的薪水應該都還蠻高的 對啊 我相信應該不會有人 在那邊0.22K做程式開發 對啊 所以說 Engineer的薪水其實 時間跟薪水來說 對公司來說是相當寶貴的 當然如果你開發效率這麼低的時候 那當然像對公司來說 它對損失的就是你的 就是你的成本會拉高 好 那我這邊 講一下我們的成果 那我們最後的成果的話 我們現在的 就是我們整個 Application的 CleanView的時間 我們大概花 大概十二分鐘 十二分鐘左右 然後我們每次修改的 IncompetalView的話 基本上小於一分鐘 這種問題 然後對 對現在來說 整個開發的 Experience來說的話 相對來說很好 那還有一個 還有一個另外一個幫助 是我們現在的 開發機器就是M1 Max 所以我覺得也有影響 如果用Intel的話 我不知道可能 這個數字可能變得那麼好看 所以我覺得也可以建議你們的 就是你們回去的話 可能跟你們的老闆提一下 就是如果要省錢的話 其實用好的機器 其實是 相對來說 對老闆來說是更省錢的 因為你們的薪水 大概一兩個月就可以 大概可以買 甚至不用一個月 可以買一台M1 Max 所以說花這個錢 對整個提升體驗跟 對降低成本是有幫助的 好 那為什麼我們要做模組化呢 那其實有大概簡單的四個理由 那第一個是讓大家更輕鬆的去開發 然後另外的話第二個是可以 就是改善Communication 這一點為什麼 因為假設說我們都是在單一模組裡面開發的話 那勢必可能 因為同時如果有100個人在開發 所以很有可能會有多個team同時開發 就是會改到相同類似的功能 那這時候可能你的什麼Call 就結那個Call Comfort 或者Call Review的話 就會變得很麻煩 因為你說改到的東西 可能要變好幾個team同時看過 才會確定沒有問題 那還有另外的話 就是你如果是模組化的話 你就可以很輕易的去重複 利用你的Source Call 然後你要擴展的話也很方便 那Google它官方其實有一個推薦的一個 就是Modulation的一個架構 那大概架構圖會 主要是Modulation其實有好幾種做法 那目前大概比較主流的話 大家都希望說 就是講以Feature Base 就是每一個Feature就是一個單一的模組 然後各個Feature之間其實是沒有關聯的 然後呢 那在Feature的底下可能會有一些Data Layer 然後是共通的 然後在可能最下 最底下可能是一個就核心的模組 可能是像網路相關的 或是一些Data Base的操作 那我們的目前 所以我們的這個App 這綠色App 我們也是採用這樣的一個架構去設計 那我們比較不疑 我們一開始我們要做這件事的時候 其實我們也沒有完全說沒有模組化 但是我們模組化的部分其實很少 就是基本上就是一個共通的UI的部分 然後跟JNi Java Network Interface部分也是一個單獨的模組 還有一些 還有一些 每個大概個廳會共用的一些share library 那主要的整個business logic 就是包在一個很大的一個APP的module底下 那這個當初一開始在做的時候 應該這個module應該 基本上應該是超過100萬行 這個單一模組 基本上是一個100萬行以上的一個很大的一個模組 那我們現在的結果就是我們把這個很大的一個APP模組 盡量把它拆成 就是小塊的feature 就是各個feature 然後每個feature是相對來說是獨立的 那目前應該到這個月初吧 的數字的話 我們現在的模組大概有193個的模組 那最大的這個APP模組 目前的那個line of code的話 基本上應該還有60幾萬 就我們基本上大概目前只降了一半左右 但是它的就是 我們得到就是那個build time的改善 已經進步很多 好 那我們就因為我們的有一個目的是要 就是要加快我們的 減少我們的那個就是build code的時間 那我們在這個就是feature based的模組的話 模組的架構上面我們就做一點不一樣的調整 就是我們把所有的每個feature的模組 我們就拆成兩個 一個是API模組跟一個implementation的模組 那就是它dependency的話就是 你可以想說這有三層 就是最上層是application layer 那它基本上只跟就是feature的API 這個application要怎麼使用這個feature的實作 那我們在build的時候 我們使用run time only的方式宣告 也就表示說我對application來說的話 我如果是用到假設feature A 那它的對這個application 它的那個實作的部分 其實就像它只有 就run time的時候會用到它的 library 在build code的時候是不會去參考到的 這樣也就是說如果我們在今天我們 因為我們大部分我們大部分修改的時候 我們會在implementation的模組裡面做更動 也就是說我們更動的時候 其實對於整個的dependency graph來說 是不會有任何的改變 好那以API這個模組來說的話 它的它的它所要所包含的內容的話 就基本上它就是一個就是public的interface 然後跟public的data model 就在這個API module裡面 那implementation module的話就很簡單 就是這個feature的實作 就在這個implementation module裡面 好那目的呢 那其實我們這樣設計的最重要的目的 就是要加快build code的時間 因為想說當你有一個100人team 100人以上的規模的team的時候 就是你的任何的那個build time的 的改善 就對整個team的performance的話 是一個很大的進步 而且這樣的話變成說我們在build 整個project的時候 可以更容易做平行處理 那另外還有一個目的就是 更容易釐清每個模組的responsibility 因為我們希望會做到說 就是每個模組是有 就是屬於某個team的responsibility 而不會說就是我們每次修改的時候 我都要同時跨team 去做co-review 或者去做討論這樣 因為這樣其實會很花時間 那在這個設計之下呢 那我們有遇到了兩個問題 那第一個問題呢就是說 如果我們假設我們的application 我只跟API這個模組有關聯的話 那我要怎麼從API這個模組裡面去 去產生實際的implementation 然後那另外一個挑戰是 因為我們的模組化是循序漸進的 我們是慢慢從一個很大的 一個application module 慢慢把東西拆出來 那勢必你在拆出來的同時 你可能原來有一些實作的功能 可能還遺留在那個很大的application module裡面 那這時候我們拆出來的這些 這些方言我們要如何去 假設我們有些方言是 還是留在application module 那我們在implementation module裡面 我們要總去access 這個application module裡面的方言 就是主要這有兩個挑戰 那我們的 我們為了解決這個問題 那我們公司本身 就是Line本身 我們有一個open source的project 叫做leach 那leach裡面它其實是 甚至Android開發的一個算是 輔助的一個library 它包含很多一些help function 那其中有一個 有一個function我們叫做leach component 那這個component它的目的其實它是比較像是一個 Singleton的一個component manager framework 那它比較像是一個service locator的一個變形 那service locator的話它其實就是一種design pattern 那它跟就是大家可能熟知的就是dependence injection 是很類似 同樣都是要去去減少各個個class之間的偶合 那只是說service locator的話 比較像是在run time的時候 那你可能會有一個 有一個global的一個table 然後去透過這table去查到你所要 去拿到你要的interface 那在Java上面應該有一個 Java上面有提供一個機制叫做service loader 它是你可以在你的那個 你可以在你的那個metadata information裡面 建一個service folder 然後裡面加上你的class的 你的package 你的class的information 然後你透過service loader 就是JVN會可以幫你把你的class給讀進來 那這個leach component 就是運用這樣的方式跟reflection 去達到就是我們要的結果這樣子 那細節的話大家可以參考Github上的source code 那這邊會大概簡單介紹一下 就是我們leach component的話要怎麼使用 那簡單來說的話 我們會在每個class裡面 我們會有一個companion object 這邊有一個比較不一樣的 這邊比較有一個不一樣的是 我們這個company object其實是可以繼承 可以去實作interface 對 因為大家可能用company object 通常都是只是用company object 可能就是弄一些什麼 加一些就是constant value 或是一些static的function 那其實coating的company object 其實你可以把它當作是一個 也是一個類似singleton的一個class 其實你可以去實作interface 那我們的用法就是把它當作 就是我們去實作這個component factory 的interface 然後就在裡面去產生 你所要的對應的component這樣 那另外一方面我們也可以用service loader的方式 就是google其實有 google其實有一個library叫做auto 應該叫做auto service吧 就是用annotation方式 然後去很方便做到這件事情 那我們這個leach component裡面 它有一個就是你在create component的時候 你可以把它delegate去 就是讓service loader去產生你的implementation的instance 所以你也可以用service loader的方式去做這件事情 那另外的話你也可以用reflection的方式 你就指定你的class name 那用這個方式的話會有一個就是要特別注意的 就是因為你class name是自串 那待會兒當你reflection的時候 你如果你的class name改變的時候 你可能會 你的這個 你的這個 方式可能會有問題 對啊 那我們 在我們team的規則來說的話 如果我們要用這個方式 產生leach component的話 我們一定要加unitaste 去檢查說你的class name 跟這個 就是 跟這邊定義的class name的 的string是matched的 因為你這邊如果不加unitaste的話 你這個很容易會出問題 好 那 這樣的話 我們要怎麼使用這個leach 當我們這樣 我們就是 建立了leach component之後 我們要怎麼實際上在我們的程式碼裡面用它呢 那我們今天 我們假設我們有個interface 我們有一個bridge function 那它本身是一個leach component 那我們基本上要用的話 因為android android裡面它有一個就是很 大家應該會 就是很基本的一個class 就是context 就基本上你的所有的life cycle 會跟這個有關 或是activity fragment相關 那我們只要在 因為我們的這個leach component 它裡面有一個extension function 就是context的extension function 所以你可以透過這個 你只要有個context的instance 你就可以透過它去獲得 你的leach component的instance 所以我們使用的話就是context get component 然後帶你的這個interface的名稱 那這邊有一個比較tricky的地方 是因為我們的company object 是去實作這個componentfactor 所以你這邊帶的話 你要帶你的那個cluster名稱 或是interface的名稱 目前到這邊 各位應該有沒有什麼問題 或是 都ok嗎 看起來大家有些人 不知道是想睡覺還是 可能太累了 就是兩眼無神 對啊 這是可能sosco的部分 可能比較密密的慢慢一點 可能看的會 可能會比較沒有那麼的 的清楚 那如果各位有什麼問題的話 其實可以隨時歡迎發問 好 那另外一個問題的話就是說 當我們在implantation module裡面的話 我們要去access 我們原來的application module 我們該怎麼做 那我們這邊 我們採用的方式的話 我們是把API module API這個module 當作一個是mediator 等於是我們在這個 會在API module裡面 我們會 另外建兩個leach component 那一個就會是一個factor 它主要是讓 這個implantation 就讓 app這個module 可以透過這個factor 去access implementation module裡面的function 然後還有一個是 external的component 那這目的就是讓 implantation implantation module 可以去access application module 裡面的function 好那實作的話 其實就設計上很簡單 就是等於是 你就在API這個module裡面 就是建一些 就建相對應的 你也可以講 bridge的function 就是把原來你的 implantation裡面 module的function 或是application裡面的function 然後在API module裡面 然後額外建 interface 然後就是透過leach component的方式 去產生它的instance 這樣的話 你不管在application module裡面 或是在implantation module裡面 你都可以 有辦法 去得到它 因為我們 等於都是 只透過interface 所以你就很容易 就是得到它實際上 它的interface 而不用考慮它真正的instance 在哪裡 那這個external interface 基本上跟factor是 差不多的設計 好 那我接下來就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在我們模組化的過程之中 我們會發現有一些 當初我們覺得 我們當初覺得 沒有應該說 我們也用了很多design pattern 那我們當初用的時候 其實沒有考慮到 在說會 這些design pattern 會在我們模組化之中 會對我們造成一些困擾 那首先第一個就是singleton 那我相信singleton 應該大家學design pattern 應該都有用到這個singleton 這個design pattern 那我這邊其實singleton 它並不是不好 只是說你要用它的時候 你要就是要特別小心 那第二個就是template method 這可能就是 我們可能有一些共用的 function 那我們可能會去繼承這個 或是我們可能會去繼承 這個共用的 應該說我們有一些共用的 function 我們會把它包在一個class裡面 然後我們可能會去繼承這個class 讓就是相關的class 可能不用再去重新 implement 類似的方式 對 那這個其實也會對模組化來說 會有一些 也會有一些困擾 那第三點的話就是 我不知道是我們team的習慣還是什麼 就是有些人會習慣把 就是常數跟steer class 包在一起 然後覺得不知道是 他們不知道是因為這樣寫很帥還是怎樣 對啊 然後發現裡面其實 我們原來的code base裡面很多這種寫法 然後我們在做模組化的時候也發現說 哇 這樣寫其實 在我們要把code拆出來的時候 其實也會造成一些問題 好 那我這邊大概就是 簡單解釋一下singleton 那如果你是java的話 其實就很簡單 你就會有一個static的一個function 就是gate instance 然後回傳實際上的instance 這就是很基本的寫法 那如果coding的話就很簡單 用object這關鍵字 它就會幫你產生singleton 對啊 然後我們使用的話 其實也會是 你可能在一個classbar裡面 你某一個function裡面 會用到這個full instance 你可能就直接 直接使用full.gate instance 得到實際上的這個 這個singleton instance 那這樣的話來說的話 對模組化會有什麼問題呢 各位不知道有沒有人有想法 就如果今天你要做模組化 所以你發現這段code的時候 你會發現你會覺得會遇到什麼問題 大家可以動動想一下 不然大家可能要睡著了 有沒有人有類似的經驗 就是你們 或者你們用singleton 不是這樣 就是不是用這樣的方式 用singleton的有嗎 都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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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說它不一定能產生 跟這個應該其實沒有直接關係 對 因為你在用singleton的話 其實它就變成compile 它會檢查 對啊 所以說你覺得不會在入的情形下的話 基本上compile會檢查到說 你這可能會有問題 我相信應該99%的人 用singleton應該是這樣的用法 對 那 那這樣的話其實 問題就是你的class bar 跟你的foo class 它們基本上兩個是有 就是偶合的 就是你無法 就等於是 這兩個東西是連結在一起的 當你要做模組化的時候 當你講說我要把bar拆出來的時候 你首先第一件要做的是 你要把foo拆出來 對啊 那 假設說你的foo 這個singleton裡面 它又去用了另外一個singleton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說 哇 怎麼又 要拆的時候怎麼又有一個singleton 就會 就是一個接一個一個接一個 然後你就變成說 哇 你要去找到源頭這樣子 然後如果那個源頭 可能還有一些其他的原因 導致說你東西拆不出來的時候 那你就基本上就是 就卡在這邊了 對啊 所以說 這個其實singleton 用的話 使用上的話 就是平常singleton 不見得不好 但是你在用的時候 可能要 不能隨便亂用 就用的時候 可能要再多想一想 那 這邊的我們的建議呢 是第一個就是 你不要直接使用singleton 那如果你要用的話的話 你用singleton的話 可能就是透過 dependence injection的方式 你可能 你用這個 你在那個 dependence graph裡面 去用singleton 用在那個裡面 然後你所有的 就是去 去建立這個instance的話 是透過 dependence injection的方式 加進來 或者就是用 service locator的方式去做 而不要在你的 feature裡面 直接去使用singleton 比如這樣子 如果你的程式碼 不大的時候 問題就不是那麼的明顯 但當你的程式碼 非常大的時候 這樣子的話 就變成說你的 你要去做模組的話 會遇到非常多的困難 那第二個的話 就是template method 那我相信 Android開發 應該很 應該蠻常會看到說 因為Android 有個activity的東西 那它是UI的核心原件 那可能我們在做一些 開發的時候 我們可能會把一些 共同的function 我們會實作在一個 base activity裡面 然後我們會有 其他的function 去繼承這個base activity 那基本上這個其實 對模組化來說也是 也是會 也不是太好 只是因為變成說 你的 在這個例子裡面 你的some activity 跟base activity 基本上要兩個是 綁在一起的 就當時你要做模組化的話 你變成這兩個東西 要全部一起抽出來 然後假設說 你的base activity裡面 你用到instance 用到singleton的時候 那就是又卡住了 所以 所以說這個都 都會變成黃黃相扣 變成說 你可能要拆出來的時候 你會發現說 我要去 要去處理singleton 就變成大家就 黃黃相扣在一起 那就對模組化來說的話 其實是非常不好處理 那我們的建議呢 就基本上你要 基本上也是 不是建議直接用temporary method 那如果你想要做類似的 想要打到類似的效果的話 其實可以用delegate pattern 就是大家應該就是 OO上面常常聽人家講說 用組合取代繼承 因為temporary method其實很像是 就是繼承的 繼承的 的一個方式 那繼承的問題就是 當你去改動你的 你的base base class的時候 你所有 有繼承到它的 的部分 都要相對去 一定要去做修改 就變成會非常 就是沒有彈性 但是你用delegate方式的話 就變成說 因為delegate就是 你可以透過interface 然後會變成比較有彈性 所以你去做修改的話 你原來 就是 這兩個 應該說 delegate 我還不知道叫什麼 到時候 委任 就是委任跟被委任 的class的話 基本上兩個是沒有直接關聯 好 那第三個 有問題的 的寫法就是像這樣 就是我們會 就是把 常數 coding的常數 跟seal class 就是包 包在可能 就是外層可能會有一個 object class 把它包在裡面 對 那我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蠻多人 會很喜歡這樣的設計 那當我們在模組化的時候 發現這樣的設計的話 也會帶來一些問題 那問題是什麼呢 就是因為你的seal class 它是一個type 所以也表示說 你這個 service parameter 這個seal class 其實它跟外面的 parameter 這個class是 偶合的 所以你的type 可能是parameter.service parameter 也就是說如果你要單純把這個東西 service parameter 拆出來的時候 你原來用到的 所有用到這個seal class的部分 你的type全部都會做改變 好 那這個主要的問題就是 當你的模組很大的時候 那因為這裡面可能 的設計可能像constance 可能會做一些改變 或是說你的seal class 可能會做一些改變的時候 你說你這個小小的更動 就會造成整個很大的 你的龐大的模組 就需要去重新去重新做 重新review 那就變成說 你可能一個小小的改動 然後人家花很多時間 去重新 去等它review 那另外的話就是說 你的 就原來這個設計 就是你的service parameter 其實跟你上層這個parameter 其實 邏輯上來說其實沒有關聯 對 可能當初包在裡面 可能是為了就是方便管理吧 但實際上說這兩個東西 沒有直接的關聯 然後反而這樣設計的話 就讓這兩個 這兩個class產生的偶合這樣 然後 那對 讓我們 對有關這樣的寫法的話 讓我們設計師盡量是 如果要用這樣的設計的話 就是把它 除非你確定說 你這個 你這個 這個class 只有在你的 module裡面 用到 其他人都沒有在用的話 那你這樣設計的話 其實問題 就問題不大 那另外的話 就是說 你就是不要用這種 就是 槽狀的設計 就是你如果要真的要設計的話 就把它拆開來就好 就是包在一起 對performance 也不會有任何的改變 對啊 然後這樣寫也不會 也不會長得比較帥 對啊 反而造成一下困擾這樣子 好 那我最後 就是講一下說 就是 比較好的 就是對模組化來說 比較好的practice 那基本上 有三點 那第一點的話 就是盡量就是 用interface的方式 去做設計 然後第二個的話 其實第二個點 跟第一點其實很像 就是你在產生物件的時候 就是用fetch method的方式 去產生 去產生 你的instance 那第三點的話 就剛剛前面有提到 就是你用deleg去代替 就是用組合代替去繼承 好 那 所以 interface interface based programming 我相信大家應該 基本上應該沒有什麼太大問題 就是 你如果 要設計你的function的話 就是把所有的public 都是放 放在一個interface裡面 然後你的實作就是去繼承這個interface 那原則上來說的話 你的class 以我們的架構來說 基本上所有的class 都是internal的 就我們原則上不會有public的implementation 我們所有的implementation是internal的 然後我們有public 基本上是一些data model 這些data class 或是interface 那這樣的好處就是很 就很多 那第一個就是 第一個的話就是 第一個的話就是我們 我們所有的public function 必須要是interface 然後 然後 它另外一個好處就是 對 就是對其他模組來說 它的實作是 就是implementation hiding 就對其他模組來說 它不知道它到底你的 實際的implementation是什麼樣的 那 那這樣的好處也就是代表說 其實對application module來說的話 我甚至 我今天我的feature的implementation 我可以 就同一個feature 我可以有好幾種implementation 我甚至可以在run time的時候決定 我build的時候 我要選用哪一套 哪一種implementation ok 然後 第二個就是feature method 我想這個也是 design pattern裡面 一個蠻基礎的 的一個pattern 那在 在quotlin上面的話 我看 我看 像standard library 他們現在feature method的話 基本上就是 直接寫成 就是 top level的 top level的 function 然後 你的那個 因為通常 quotlin的function name的話 就是第一個 開頭是小寫 那在feature method的話 比較特別是 它的第一個 第一個 就是用 跟class一樣 第一個就是大寫 你代表說它是一個 fature method 那實際上它是一個 function這樣子 然後 如果你用fature method的話 然後 另外一個 要注意的地方就是 你可以盡量把 你的所有的class 預設 或是 預設是private或是 internal 而不要去使用public的class 對 那用fature method的好處呢 那 那 最基本的話就是 我們可以提供各種 各種不同的implementation 然後我們 其實就 就不需要跟其他的class 綁在一起 那甚至呢 我們的implementation 就是剛剛提到說 我們的implementation 可以在不同的 模組裡面 然後如果 我們是用 用我們的leach component的話 我們就很容易 去做到這件事情 那 最後講一下 delegation 那 delegation的話 其實跟計程很像 就是 我把我們所有的 我把我們的 可能會 就是大家會 各個class會 共有的 implementation裡面 我們也是另外 定義 定義出來 就是共同的interface 然後我們如果在 像我們 以android為例子的話 我們在activity裡面 我們就不 不需要去另外 另外產生一個 based activity 我們反而是可以 建立一個 delegation 把所有的 共通的實作 我們透過 透過 dependence injection方式 我們把這個 實作 inject到activity裡面來 我們透過這個 interface 去使用 那這樣的 有個 另外這個主要好處 就是我們 因為我們只使用 interface 所以當我們今天 我們需要去 修改這個 delegation 的內容的時候 對於我們的 activity來說的話 我們其實也不會有 任何的影響 只要你的interface 不改變的話 那就是 當然好處的話 就是今天就是 用組合取代 繼承 然後相信這個 大家學OO的時候 都會常常聽到 那另外一個 還有另外一個好處是 你想要就是 在run time的時候 去改變behavior 你透過delegation方式 你也可以很容易的做到 如果是你用繼承的話 就是你的這個 class的behavior 是在 compile time的時候 就已經決定了 但你沒有辦法 在run time的時候 去做改變 但是你用delegation的話 甚至可以在run time的時候 去做一些改變這樣 好 那最後一些 簡單的一些結論 就是在我們的這個 模組化設計的話 我們把 我們是採用feature-based的方式 那我們所有的feature 我們會拆成 兩個模組 就是一個是API模組 然後另外一個是 implementation的模組 來 來 來加快我們的 building time 那 API模組 他 就是當 主要擔任 一個bridged module的角色 他主要可以擔任 就是app module 跟implementation module中間的一個橋樑 那我們如果要產生instance的話 我們就透過service loader 或是用leash component方式 產生instance 然後呢 如果我們誤用design pattern的話 最後一點其實最重要 就是我們誤用design pattern的話 其實會讓整個模組化會變得更複雜 我們的程度 跟我們看過 我們會用來看一下 是